蹲得越低 跳得越高 台岗烈鹰篮球队召开记者会 宣告10月底开打的赛季 他们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而且今年选在台南存大体育馆 作为主场 不仅场馆全面翻新 球迷有舒适的环境 观看精彩球赛 场边的应援团也是一大卖点 除了17位本土女孩之外 两名韩国籍的啦啦队 届时也都会在主场比赛 与大家见面 台岗今年加入皮加联盟 球员阵容相当豪华 同时特别安排土洋双队长制 希望发挥团队战力 抢下好成绩 台岗的核心教授 就是要认证专业收集运 我不是单约给球迷胜的 他连球迷的差略胜的感动 他连最强的那个力量 希望城市球队能够一起强强联手 让我们的球技能够有最新好的表现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 他说球团城市校园绝对是强强联手 邀请全台民众一起到台南走走逛逛 同时享受最棒的篮球饗宴 民事新闻吕燕杰 台南报道